本地慈善机构和社会企业为年长者推出 由乐龄义工协助运作专为年长人士提供的支援热线 热线义工已经完成培训 可通过电话陪伴年长用户聊天 提供与智能手机使用方法等日常服务 或协助用户联系相关机构获得所需服务 也是洪茂桥集选区议员的李显龙总理 在德意民众俱乐部为支援热线主持推荐仪式 这项试点计划率先在洪茂桥推出 目前已有30名德意区乐龄义工加入 他们多数都能够掌握两种语言 以及多达三种方言 义工可以在家截听热线电话 并为年长求助者提供简洁易懂的步骤 解决智能手机订餐等问题 我们其实已经有很多这种服务给我们的年长人士 但是如果怎么能更好的把这个服务 然后带到他们的家门口 让他们可以用他们很喜欢的一个方式 来联系跟得到这个服务 真元热线已经开通 当局有意在未来三年 培训约100名义工 并把服务扩展到其他地区 有 rule 并 感谢观看